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除了岛屿众多的加勒比海及太平洋地区外 印度洋也不乏一些优质的私人岛屿 本期分享位于印度洋斯里兰卡的Barberin Island Barberin Island位于斯里兰卡西南海岸的贝鲁瓦拉镇离岸0.50英里处 距商业首都科伦坡以南约35英里 该岛只能乘船到达 具有排他性和私密性 但仍然靠近通往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 因此交通也较为便利 这座占地11英亩的岛屿覆盖着摇曳的椰子树 并被珊瑚礁包围 是浮潜和潜水的热门地点 清澈蔚蓝的海水中生活着五光十色的鱼群 悠闲的海龟 甚至还有时常造访的海豚和鲸鱼 岛屿周围的海域为水上运动 钓鱼和游艇巡航提供了绝佳场所 而岛上的防波堤更是为海上通行提供了便利 Barberine Island以其34米高的灯塔而闻名 这座白色圆锥形花岗岩塔被称为巴伯林灯塔 于1889年11月首次点亮 是位于斯里兰卡的四个国际灯塔之一 作为受考古保护的纪念碑 该灯塔由斯里兰卡港务局管理 为岛屿增添了独特的历史色彩 除了自然美景 Barberine Island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遗产 岛上保留了清真寺的废墟和其他时代的建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该岛曾被用作战略要地 而当时的防御攻势和掩体的遗迹 至今仍可见证这段历史 Barberine Island已被注册为度假圣地和水疗中心 拥有宽松的规划政策 最大建筑面积可达地块面积的60% 这位开发者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使该物业可轻松打造成一个私密、高度安全、超级豪华的住宅或度假圣地 对于投资者而言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因为在斯里兰卡很少有如此引人入胜的岛屿供私人投资者购买 位于斯里兰卡这个世界上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Barberine Island无疑是岛屿生活爱好者和投资者的优质选择之一 如果你对此岛屿投资机会感兴趣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